港股2019年首周偏弱,但经历一轮波动后,总算可守于10天线以上。以收市计,行指上周行站未失手25,000点。技术上,去年10月底的倒营顶部,即24,960点左右位置。 站可视为一个关键水平。如果行指在后市跌穿此一位置,即去年低位积24,500点左右位置防守力亦将有限,反之。如指数在有关水平站可一手,即一月不宜看得太淡,甚至可挑战26,400点附近的100天线。 宏观年上,人民银行上周五宣布下调存款,准备金率一个百分点。在本月15日及25日分别下调0.5个百分点。将可谓市场释出1.5万亿元人民币的资金。 再考虑到今年第一季到期的中期借贷,便利不再续造的因素,正式放长期资金约8,000亿元人民币。市场一直忧虑因去杠杆,及在融资压力而来的资金面紧张局面,应可暂告舒缓,松而利好市场气氛。 不过,不者始终认为,全年环球股市走势,仍将受制于渐健疲态的实体经济。而上半年整体大市营会较为波动,出现有波幅,无升幅的现象。投资者若想在此市况之下稳定整体持仓,不妨敲毁收集公用股。 几只主流公用股当中,中电控股00002相对落后,股份现价股息率有逾三厘。以其管治质素而言,算是有一定吸引力。而其过往一段时间的派息记录亦都一向良好。 随着工商活动的增加及新建住宅之落成。加上海外业务的推动。公司早前亦与机管局签订了供电协议。未来一段时间仍可望为股东带来稳定回报。投资者可考虑在目前86.8至89.9元的横行区收集。跌穿84.7元紫食。上网前高位97元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。